大家好 來到至乎通的有機可乘Dicky 我們常常說家族企業有時是一個扶持 但有時是一個魔咒 有壓力 今天這位嘉賓除了慶祝集團50周年 也要講講三代經營這家快餐店 到達他了 有什麼新思維 如何成前啟後 請來Francis羅輝成先生 大輝集團的CEO行政總裁 歡迎你 多謝 Francis民以食為天 大家都會覺得陪著我們長大的品牌 其實也是陪著你長大 好像Dicky所說 已經去到第三代 是不是從小開始就已經開始知道自己 將會是行飲食這條路呢 陪著我生活店的Apple 我家裡樓下 圍著你 對面都是他們的店 我都幫忙不少 謝謝 不是廣告來的 Francis是否小時候都陪著你成長 你亦都已經準備好走入這個行業當中 其實不是的 第一公司2022年是50周年 其實我也不夠50歲 看樣子都不知道 其實我是陪著一間公司的 我很小時候走到外國 我回來的時候都經常光顧 那時候沒有想過我真的會加入一間公司 真的沒有想過 爸爸也沒有給我壓力 我在加拿大當時自己創業 開了一間餐廳 那時候只有這麼巧 我有興趣想做飲食 沒有想過因為我家裏做飲食 沒有想過這件事 可能有些 DNA來的 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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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爸爸就想著可能見到時間 就手寫一張信 手寫一封信給我 那我記得我來加拿大 我開來看就很感動 他就給我一個機會 亦都沒有給壓力 說我想給你一個機會 回來浸一下 看看你合不合 就可能可以接手 那時候我在加拿大有個女朋友 那現在是你的 現在的太太 即是開發結伙了 有投資有回報 那時候就要跟他談 因為我剛剛定分 我收到信的時候就決定回來 不過回來我想試一會 我很肯定 我在香港會直接留下來 繼續發展這間公司 我才會要求我太太一起搬來 那時候浸了一會 就跟同事合作得很開心 就真的決定 我很有興趣 而且我看到這個前途 而且看到公司的發展機會很大 所以就 convince我老婆跟我回來 這一部分真的不容易 剛才你也說當時是女朋友 現在就是太太 你回來香港之前 當然爸爸寫一封親不順給你 令到你很感動 都回來幫爸爸忙 都要指成父業 但其實你自己都在北美洲 生活了很長時間 讀書到工作到創業 你都說剛才你開餐廳 我們先回歸帶 那時候你開什麼餐廳 其實是一個加拿大人很熟悉的 叫做Montreal Smoke Meat 我聽過我絕對聽過 即是一間都吃些Sandwiches 是的 叫做Deli Sandwiches Deli 就很厚 很多肉 基本上如果是Apple妹妹 你真的三餐都吃不到一份 好了 剛才也說到 你自己都在北美洲創業 如果你說真的要放棄 或者放下 當時你創業的生意 還有更加關鍵 就是你現在的太太 當時的女朋友 都在北美洲一起生活 你怎樣回來那一年之後 令到回到去 你能夠說服她 陪你一起回來香港呢 因為我 據我所知道 你太太都是專業人士來的 是的 我太太那時候是醫生來的 她剛剛讀了14年書 做一個醫生 然後她第一年做事 我就要求她 放下你讀書這麼多年的工作 然後她真的願意回來 不過是不容易的 怎樣說服她呢 是第一關 你就說是因為你做得很開心 所以決定回來 但她未必感受得到 是的 她欺負了她這麼多年讀書 即是可以真是 濟世為懷的 可以癒人的 其實我都要解釋 其實這份工不是一份工 是一個mission來的 是一個colleague 是的 其實這間公司 不是一間公司 是我們家族的 Family 其實是我們家族的身份 其中一部分 如果要成全 有我 有我妹妹 那時候我妹妹都沒有興趣 要不賣給別人 要不就成全給下一代 其實這個意思是真的有意思的 這件事 不是打工那麼簡單 也都我覺得我們這盤生意 是很有個貢獻的 不是賺錢那麼簡單 其實賺的 你錢都很低 這是做飲食是這樣的 如果賺大錢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行業可以做 不過飲食是有一種 我覺得有個意思的 我們請很多人 亦都覺得那些人 都比較在社會的基層 我們服務的顧客 亦都有這樣的需要 我們賣的東西 亦都是很划算的 我覺得加加起來 其實很吸引 我這樣解釋給我老婆聽 其實不是一份工那麼簡單 她還是這樣 我明白了 你跟太太說 醫生都是醫人 但是我開這麼多間 連鎖快三便 就幫到更加多的人 正所謂醫肚比醫人重要 因為醫肚每天都要醫 可能可以這麼說 沒有得比較 沒有得比較 兩樣都那麼重要 是啊 但當時其實很快 就已經成功說服 女朋友就決定回來香港 那個過程挺漫長的 不如這裡說 是激烈的 激烈 用激烈去形容 即是一場辯論大會 是啊 其實不簡單 不過時間 我想談了一個星期 他想了一段時間 就跟我回來 其實是絕對不用了 整件事 然後就結婚了 還是怎樣 我回來一年 然後我跟他談了 然後就說如果我事前一年 落實是想回來 那大家認同了 才結婚 然後就結婚 在後輩兒結婚 然後就一起搬回來 哦 即是這個愛情的 這個很美麗的結局 就是成功了 我跟公司的愛情 只有我跟老婆的愛情 當然是跟你老婆的愛情 我都成功了 但是對你跟公司的發展 這個才是第一個起步 好啦 回到香港 始終你在北美洲 生活了很長時間 回到來幫我家忙 其實是不是這麼手到拿來 雖然你也是做餐飲的 不能夠挑戰你的經驗 因為真的你開了一間餐廳 在北美洲其實都挺辛苦的 當年是不是都落手落腳 什麼都要做 那時候管理層就得了我的 還有我親戚都有幫忙 那些同事甩肝 或者有些不夠人 都是我們做的 那洗廁所 洗碗 什麼都要做 那我也試過 踩一個21小時的餐廳 不是吧 都試過 21小時 是啊 即是早上廚房不夠人 去到收檔 也有些要出去做catering 連續21小時都要做的 那現在回到來這裡 其實都很少會這樣做 不過其實我們的同事都很辛苦 那我有這樣的經驗 我覺得容易一些理解 前前面對的困難 那希望跟同事的關係 會容易一些成立 那到了你決定回來香港的時間 爸爸又有沒有什麼感囊給你呢 始終跟你在北美洲開餐廳有些不同 這個也是家族的 亦都是傳承了很多三代 亦都是成立了很久 2022年才慶祝50周年 最初你擔任不同的工作 即是慢慢到現在進升做CEO 那過程其實困不困難呢 不容易 我想我現在講廣東話都很明顯的 不是啊 你講廣東話很久了 不過我一開始回來 其實是不太懂廣東話 是嗎 慢慢地 文化上或者語言上 都有點困難 適應 其實都要學習 如何在一個比較傳統的公司 以前我們一間分店 二十幾個同事去酒吧聊天 那在一個conference room聊天 或者在這裡要表達 或者形容我們的策略 或者方向 用的字眼 或者其實用什麼模式 去推動整件字發生 是很不同的 那有關係的 始終都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那我爸爸 我最記得他教我的 那時候我中文都不是這樣 他用英文教我 他說我們做這行 90%是people 10%是其他東西 最重要是搞得到people 人那個派 那我現在都記得這是什麼 那我好多謝爸爸教我這些 因為他在人事的管理 我覺得他很厲害 因為剛才你也說過 一間連鎖的餐飲 快餐店 其實養活了很多員工 那就是養活了很多香港的家庭 但是也都很客觀的說 就是很多人在這裡 上班有不同的崗位 那不同的崗位在上班的過程裡面 當然不多不少 就算不是有磨擦也好 總是有些不咬嚴 不是不咬嚴也好 總是有些不協調的 一定會的了 但是作為CEO管理層 就真的很多學問很多哲學 是的 還有品牌其實也有一定的歷史 也有一個架構在這裡 當你真的要去加入去融入 甚至乎帶一些新的進去的時候 應該會有些不同的挑戰 稍後回來 一起和Francis 就要談談 究竟他自己加入了這個家族集團之後 怎樣一步一步融入這個大家庭當中 和越做越好 稍後回來再談 大家好 繼續回到來自普通的有機可乘Dicky 剛才和Francis說到加入了家族企業 雖然我們說家人幫你鋪了一條很漂亮的路 因為他們的連鎖餐飲品牌已經很有歷史 個個都認識 亦都很受歡迎 但代不代表加入了之後就一帆風順呢? 是 康中大道就當然了 但是不是途中都可能有些驚激滿袍呢? Francis 最初剛才聽你說 就是小小就是一個試水溫的一年 就感受一下適不適合自己 很開心 那一年的蜜月期很快就過了 那你和你太太又有蜜月期了 就結婚 帶了太太一起回到香港 好了 都真的落地生根在香港 文化差異、管理的意念各樣 會不會令到你做這份工作的起初的時間 其實都有一定程度的困難呢? 是 初初是不太容易適應的 不過我知道是會有這樣的困難 文化始終有差異 其實我廣東話都還未說得正 現在都不太好 現在就很好 現在是極流暢 不過這些困難呢 是 克服到的 是 克服到的 以及接受的 就是知道我一定要跨過這些困難 才可以做到這份工作 初初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開會怎樣說話呢 我在外國說話很直接 可能是一個比較中國人的公司 或者一個這麼公司 有價格的公司 其實做事要有些不同 這個我也需要時間適應 跟同事合作呢 其實我非常感謝 其實他們很容易合作的 大家 這個是我們公司其中一個成功的原因 是我們內部的文化 大家的團隊是很強的 這個我覺得幫到我跨過這些困難 融合入這個團隊 比我想像中容易 比我想像中容易 現在就很暢順 和大家溝通 大家做些決定 就很靈活很快 這個我很欣賞 由你最初加入集團 其實你是從事哪個工作崗位 到現在就晉升做CEO 最初你做些什麼 其實這間公司一個部門 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是營運前線 我初進來 第一個接觸一定是前線 就跟了不同的區域 區域經理 走他們自己的區域 就接觸了分店經理 廚師 就認識一下前線的運作 其實公司 我也希望多些同事有這個體驗 我會第一個試驗這個訓練 我們會用前線做訓練 要經歷不同前線的崗位 廚房 樓面 我都會下去做多一次 我做完後 就跟同事一起去做 這個都挺好玩的 亦都應該這樣說 作為主要的管理人 你一個CEO 簡單來說 走到樓面 水吧我又會做 廚師的工作 我又手到拿來 那些同事想挑戰你CEO 都沒有什麼理據 你是完全清楚了 每一個崗位的工作 不過其實會不會 很多時候 有時候中高層管理層 如果不是太前線工作 或者沒有這個經驗 可能真的太過高高在上 又或者覺得你指上談兵 你說就厲害 說你厲害 就做你無能為力 這個都會是一個 挺好的示範 對於其他中層管理層來說 希望是 不過其實我們浸兩天 一定不會像前線那樣掌握 當然啦 但起碼都懂得 有個感覺 亦都熟悉環境 那會不會就是 因為你都有這個經驗 其實最初由你創業開始 都是比較在前線工作 到你加入集團 起初都是做一些管理的事情 到現在 你在身體力行 在管理的哲學和思維上高 都引入了這件事 有沒有一些經歷 就是因為你自己 在前線的工作比較多 而判斷得到 可能有些問題可能會發生 而及時將這個問題去解決 有沒有些例子 其實最重要的是 一些同事和我的關係 可以拉近一點的 因為我在前線和他們 聊多些聊天 聆聽多些 其實我都試過有些意見 直接打給我 我都試過幾次 直接收電話 直接收電話 有夠膽 我真的很少直接打電話 給老闆講意見 只是寫電文字 對 下到去分店 我都問同事 其實希望聆聽多些他們的意見 或者他們面對的困難 如果我們在前線表達到這種文化 其實幫到我們聆聽多些 我們做決定是會盡快 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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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會 他們一定是很熟悉他們前線的運作 不過我們的文化 或者我們關係上 信任度 我希望這樣提高 是拉近 是的 變成大家溝通 或者掌握前線的運作 其實他們面對的困難 我們一定會掌握多些 其實信任是否很重要 在於你來說 因為你已經去到第三代 去加入的時候 往往可能有些員工 其實已經經歷過第一、第二代 每次有人來的時候 又不知道會不會帶來很大的衝擊 甚至乎改革 大家當初聽到改革 可能都會覺得 又不知道要動些什麼 或者他們都要重新適應 都是一種壓力 最初我進來 我覺得我當時是適應公司 不是公司要適應我的 最初 現在我開始有自己的看法 其實我也有些東西在改正的 一間公司 譬如剛剛說的 是新推介的 以前沒有的 電子化 或者我們在ESG 環保意識 有很多以前沒有做的事情 現在這個年來是要做的 那些同事怎樣適應這些呢 其實我看到 可能因為我們歷史場 那些同事 就算做得久 其實經歷過又高又低 我們2003年其實做過一個rebrand 以前我們那個小秋logo 變成一個大字的logo 其實那次是最大型的一個改革 很大的 除了改一個brand image 內部都改了很多 很多東西 我們管理的文化 結構都改了很多 除了品牌形象 產品配方 服務水平的要求 或者我們培訓的模式 什麼都改 以前其實我們Tanky Focus Group 其實有一段時間 是做得不太理想 這段時間大家得起心肝 我那時候還沒有回來 那時候還要讀 聽這些故事 真的很感動 看到同一班人可以改變得這麼大 現在我要求的改變 我想對他們是很輕微的 不過我們都要繼續改善 優化 以前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做得不好 要令我們做得好 現在我們做得都算OK 怎樣可以做得好一點 我們希望在香港社會 更多在社會責任 也做更多在社會責任 ESG這方面 現在都有很多新的要求 對同事 不過他們都跟得著 我看到 因為我作為一個客戶 看到你們公司 都是一起成長 因為其實我們香港社會 你們的集團都經歷了50年 經濟也有很多高低起落 品牌形象當然 推陳出身 甚至乎在我觀感 現在的客戶 都是很多要求的 比如說我吃個快餐 以前可能飽肚就OK了 但現在都不是的 都追求很多東西 做客戶 都可能會看這間店 食材是否安全 服務好不好 以至到其實環保意識夠不夠 其實客戶現在認識的東西都多了 但好了 我們回到剛才說的一個話題 始終你們集團都是一間 就是上市 歷史悠久 做連鎖的快餐店 都是那些問題 就是有些人又怕三高 店舖你們經營快餐都一樣 當然那三高就不是那些血資 就是工資 然後就是租金 也是食材 疫情這三年都困擾了香港很多不同的行業 對你們來說 其實是有危有機還是怎樣呢 因為食材人工那天不說 先說一下這個租金 其實在過去這三年 有沒有少少都可能是有些舖位 有一定程度的租金的回落 在逐租的時間 對於你們來說 是怎樣去再加大你的發展力度 以及這個疫情 就令到一個文化出現 外賣嗎 對 我不知道Apple是否也是這樣 經常都會吃外賣 我自己就不喜歡 我總是覺得溫度差點 但可能亦都因為方便 你們站在正是你作為這麼多間店 在香港有這麼大的租戶 你們怎樣去調整 租金呢 在一些比較市區的位置 有些少少空間 其實我們那個店位的網絡 很多人在民生區 民生區的空間 看到業主都知道人流的影響沒有那麼大 其實 你的店鋪也是這麼多人排隊的 你都按不到租 減租的機會都有少少 不過現在看到市場都開始復甦 復甦 復甦 不過其實你說得對 這個疫情就影響到大家的消費模式 外賣是多了很多 他們下來買外賣 佔個比例 比以前高了差不多一倍 去到多少度呢 疫情最高峰就是四五成 我想在快餐行業 會有一個獨特的吸引力 在外賣 發單又對 產品又對外賣這個模式 接下來疫情復甦之後 我們覺得有機會有一個新常態 我們預計不會像以前那樣 我想兩成 兩成的外賣 未來都起碼三成以上 有些分店 其實我們現在在研究 其實已經開了幾間 會是細型的 二千多呎 以前是三千多呎 而那間店鋪較小 外賣比例較多 可以做同一條數 即是生意額 不過租金可以低一點 亦都可以多些選擇 因為以前那間店鋪那麼大 在商場、在街上 其實不是那麼多選擇 這個是有為有機 不過Francis也有說 其實2022年有一連串的慶祝活動 五十週年 怎樣繼續做大距 做好距 令到大家都吃又吃得開心 又可以享受到美食 股東就有得一個 最重要 這條理阿蓋 怎樣有增長的表現 盈利方面 下星期 智庫通的有機可乘 再跟Francis聊過 你現在看的是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